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那再來 在我們做交通工具的過程當中 因為交通工具有很多種嘛 但是很多人坐飛機 很多人坐車子 很多人做不一樣的事情 來 針對這一方面有沒有問題 媽媽 有 我 就是我今天帶來一個 那個汽車座椅 但實際上我還是很想要問專家 就是說我們平常在 幫寶寶啊 因為它有 不一樣年齡的汽車座椅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幫它挑選 兩個都你的嗎 這個不是 這個是 這個是成長型的啦 那據我所知 那個應該是提籃 就是給這個月 比較小的 對 那因為我們家 Daniel借我過一下下 謝謝 就是這個啊 它可以調整 就是後面它可以調整 它的一個就是躺的程度 然後就我聽說什麼 10公斤之前都要這樣反著做 反著 就是說它的面 對 不是朝玻璃 不是像駕駛往前 對 那它是反過來的 那但是家裡有三個小朋友 然後就想說他要 你看這邊還有條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喔 就是爸媽跟安全規則的掙扎 你如果說我們要反著 他一哭起來的時候 媽媽看不到臉 看不到他鼻涕流到哪裡了 對 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我在我老大小時候 我都會讓他一直哭啊 喔 真的嗎 對 因為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老大能堅持 接著就很難了 對不對 對 然後現在三個小朋友 你看那麼髒 他們都是拿來採的 他們都不是拿來做 他們都不做 然後我也買過那個 就是像這樣子啊 我也買過他可以 就是這樣固定住 然後他不會讓他請斜躺的 對 可是他們做的就很不舒服 對 他們就不想要做 對 就變成說 對 然後帶小朋友去挑 他們都只是挑顏色 他們根本不做這個東西 這個有學問的這個 對啊 寶媽有買的經驗嗎 寶媽 我的是那個 這個是妳的 但是我的是類似這樣 OK 可是因為他那時候 做的時候還很小嘛 下就不能用了吧 對 可是因為他躺進去很空洞 就一直晃 所以你會覺得他到底 那個有沒有牢固這樣子 那躺一躺之後 他開始已經會比較會玩的時候 他就不要了 所以其實躺沒有兩個月 對 他這個其實使用期間有限 但是 像我當初小孩小的時候 我也會買一個這個 因為他超好用的 提著走 真的 我到餐廳用餐 提著 放在櫃子上 看著我們吃飯 對 去洗澡 放在廁所的門口 靠來洗澡 就到哪裡就提著他跑 可是媽媽就提不太動了 光去試那個 對啊 還滿重的 這個是比較重一點 這可能是高級版吧 後面那個搖籃師的那個安全座椅 在一歲之前使用 一歲之前 對 我記得黃醫師也有嘛 對啊 對 我也有一個 我可以分享 那待會再分享 對 好 OK 那 所以那個 不是 這種搖籃式的 它有分兩種喔 有一種它是可以搖的有沒有 它有一種它不能搖 但是它可以調高 對 可以調傾斜度 對不對 對 那其實 其實在選安全座椅啊 幾個重點 就是 第一個啦 一定要有 標準檢驗啦 這是最基本的啦 那第二個 其實要有 頭靠護墊 那我看到圍裡嗎 那一個沒有 沒有 在車上 有嘛 是拆掉的嘛 對不對 那很重要 頭靠護墊通常會在 會在這邊的兩側 對不對 對 比較好的一個安全器座的話 上面還會有一個 對 因為孩子會長大 對 頭一定要有地方可以靠 這很重要 那第三個的話 這個肩帶一定要可調 那其實這個 只要兩三千塊的安全器座 現在都有 對 都可以調整 所以就還好 對 然後第四個的話 就是這邊 對 有些把媽媽都帶了就走 然後我會 我會裝 對啊 一定很簡單等等 可是裝了以後 因為跟你的椅面不見得是合的 對 所以裝上去要不能搖晃 那剛剛寶媽有說那個搖籃式的 裝上去會搖晃晃的 那應該是沒有裝好 如果有裝好 應該是不會才對 因為Baby放進去 就是好像 沒辦法固定住這樣 那有可能是第五個 你寶寶的體型 不適合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器座 對 有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所有的器座裝上去 一定都要很穩固 應該不會動 這樣才對 欸老師我有個問題 那像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考慮 他是五點式 或幾點式的 對啊 因為小男生你知道活動量都比較大 對 對 如果是三點式的時候 可能穿一下就出去了 對 對 那就非常非常不安全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五點式的 五點式的 對 五點式的 讓他這樣子稍微穿一下 還不會跑出去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對 那這個 那萬一小孩子坐不住 有沒有什麼方法 對啊 我想這就很重要 就是你從小就要讓他有做汽車安全座椅的習慣 這是我發現 因為我們剛剛說 第一階段是那種提籃式的 對 很多媽媽覺得 我這個只能做到一歲不到啊 這樣子省這筆錢 我以後再買大的時候 我再幫他買 之前都用爆的 你如果從一開始是用 等到你要買一個新的座椅讓他做 他根本不肯做 所以所有的小孩 剛出生以後 如果說你要帶他出門 你就讓他習慣坐在汽車安全座椅 我覺得這個錢不要省 第一個 還有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標準的先生安全座椅應該是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我們這個平躺式的 像剛剛看到這個平躺式的裡面 他其實裡面有一個頭靠的護墊 是給你頭比較小 剛出生的寶寶 或是一個月兩個月的時候 他不會空間那麼大 所以呼應洪哲剛剛講的 他頭就不會在裡面晃來晃去 等到他頭比較大 身體比較大以後 你再把那個墊子拆掉 那就是繼續可以 他繼續睡 睡到幾個月呢 就是睡到九公斤 九公斤以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換成第二種 就是雙向型的安全座椅 也就是維尼媽手邊那種 那個往前條 可以面向前 可以面向後 對不對 現在有一個爭議點 是在這個 九到十八公斤的這個 雙向型的汽車安全座椅呢 目前美國的這個安全協會是認為 應該到四歲之前都面向後 都面向後 他們覺得這樣比較安全 因為過去的是說 到一歲之前面向後 一歲之後你可以轉成向前 但是他們覺得 還是有他的危險在 那向後就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像剛剛維尼媽講的 看不到小朋友的臉 對啊 因為你知道兩個小孩 其實安全座一座 媽媽在中間非常的擠 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對 那有的時候要照顧孩子 也不方便 那第二個問題是 面向後容易 對不對 你面向就像我剛剛說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 有一些模糊的空間 我們還是有舊的規定 跟新的規定跟大家講一下 舊的是說一歲以前面向後 一歲之後你面可以向前 那新的如果你的孩子 可以接受的話 到四歲之前 你都可以面向後 沒有問題 然後呢再接到第三階段 就是18公斤以上 有一種成長型的安全座椅 那那個它是用整個 它是用汽車的安全帶 但是你是坐在一個安全座椅上 像這個不是用汽車安全帶 它是之前自己的安全帶 那這個以上呢 就是已經用汽車的安全帶 但是你不夠高 所以安全帶會破過你的臉 對 臉被這樣夾住了 或是脖子被卡住 或是塞在衣箱 那都不正確 這種狀況就是做這種 成長型的安全座椅 然後一直到27公斤以上 或120公分以上 終於你登大廊了 你可以用大人的安全帶 你不會卡到脖子 或卡到這個臉這樣子 這是大概三階段的安全座椅 跟四階段的做汽車的 這個安全帶的使用方法 所以我還是覺得 傳統一點 用過去的這種方法 你多花一點 其實這不會比你買那種 0到4歲的貴多少 我覺得你就讓它這樣使用 是一個比較保險 也是對孩子比較安全的方法 好 0到4歲 其實在這中間 孩子的耐性還是有限的 你知道嗎 很難啊 你說開車出去 超級難我覺得 半個鐘頭以上 孩子都哭多久給你看 還有半個鐘頭 有時候 就開始叫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一哭我就開始餵他吃東西 後來就養成他 只要一哭他就想要吃東西的心 對啊 哇 對 而且他哭啊 最好不要是在紅綠燈剛好停下來 對 有一次我們在停下來 我二三個天哭 然後旁邊騎摩托車 對一次看我們車裡面 原來是在家暴了 對 真的很難耶 怎麼安撫 有方法嗎 有幾個讓大家執行的方法 我剛剛第一個就是 從小要培養習慣對不對 那但是有的時候他心情不好啊 那天就是不開心啊 一直哭怎麼辦啊 那我想第一個就是我爸媽要以身作折 現在不是後座也要吸安全帶了嗎 以前沒有嘛對不對 以前後座沒有吸安全帶的時候 他會很不平衡 為什麼我要綁在這邊 你媽媽可以這樣動來動去 動來動去 對不對 好現在反正法律規定也對我們也是個幫助 你媽媽你在後座 你也自己吸安全帶 媽媽也吸啊 我們大家坐車都要安全 第二個就是 如果他好好坐在裡面的話 你可以稱讚 可以鼓勵 像剛剛文華說給他吃東西 我也覺得沒什麼不好 如果你好好做的話 你可以吃點東西 我覺得這也算是一種獎勵的方式 安全最重要 第三個就是 你要讓他有點事情做 他已經綁在那邊了 你要讓他什麼事都沒得做 他其實還滿無聊的 你可以給他一點 他比如說他跟你要一個什麼東西 在把玩啊 你就讓他把玩 沒有關係 有時候像我的孩子 會跟我要貼紙 我光想到這一趟車程完 我的車後面全部貼滿貼紙 我就覺得 唉唷 可是為了他的安全好啊 那貼紙給你玩 欸他這樣一玩半小時 一小時就過去了 所以你現在車子裡面已經貼成迪士尼 我很這個 我很潔癖 他每次下車我要把它撕光光 好累喔對不對 所以貼紙要選不太黏的那種 好 第四個就是如果孩子 掙脫椅大吵大鬧的話 不要急 你先把車停下來 你跟他說 等你做好 等你遠近 我們再開車 這需要非常非常大的耐心 這個有時候爸媽媽媽 真的會受不了 還有一個最常見就是 寶寶做安全座椅痛苦 爸媽暴怒有沒者 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你也想說我不理他 看他後面待會兒就不哭 然後他當然不會理你嘛 他一直哭一直哭哭 然後爸媽自己暴怒按喇叭 然後超車 有 我有一次生起來 把我小孩就丟在那裡了 結果呢 結果超氣的 結果呢 沒有啦 我在旁邊啦 叫他下車 結果 叫小孩下車他才多大 對啊 下車啊 叫他下車 下車